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观众好 我是华人政治联盟前主席 对 现在已经卸任交邦了 对 我是现在还是一个协会 叫亚美权益促进会的现任会长 对 因为现在呢 我们大家发现 华人对于美国 参与美国政治热情逐渐在增加 我现在在等这一次的华人投票率 出来会有怎么样 尽管在之前大家预测并不高 可是看得出来 很多朋友起码在这个手机微信上 或者说其他的社交媒体上 大家都在热热闹地讨论 到底有多少能付诸到选票上去 我们要看 我们不知道 其实不论是现在亚裔权益促进会也好 还是华人政治联盟也好 其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促进我们华人关系美国社会 这一点不论您举办的 升美国国旗的仪式 还是参加各种的宣讲 给候选人背书 应该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我也知道 一般来讲没有例外的 全美华人政治联盟 都会给这一次的候选人做一些背书 这一次你们背书的成绩如何 OK 对 这个就是想要来报告成绩的 这次而且我们比往年来说 我们美国华人政治联盟 大家会员也花了很多时间 总共背书了 从联邦到地方有17位候选人 这次好像19位是候选人 我还没记错 这是最多的一次 对 最多一次了 最多的一次 19位因为您的一个一个 interview不容易啊 对 是 是 是 那其实interview的不止 19位 对 已经是20几位 因为有些被 就觉得不太符合理念 就是因为投票以后 可能他们也是不错的候选人 但是我们也是投票以后 得到多数票了 我们才背书他 你说这个primary primary对一号 包括是新冠军 也是一样 也有 那么这个是这次呢 就是说就看到对我 作为我们美国华人政治联盟的一个mission 一个宗旨来说 真的看到这个中期选举有特这样的火热 然后华人也这样关心呢 是感到有欣慰的 说明就是说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 那也是华人 也是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也愿意出来投票 我相信应该是投票率是 应该是空前的 比起其他的 以前的中期选举 我想我们 至少我想应该对于华人投票率 从我的朋友里边 这个同事啊 各方面的社区的看上去 应该是投票率会有 我们就会看数据吧 对 是 您这19位候选人 我知道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我们华裔的这些政治人物 是 像这一次我们 在我们洛杉矶地区啊 两位联邦众议员 刘英平和这个朱基区 是 那就是赵美新 都顺利当选了 是 应该说他们两个人当选 尤其赵美新 几乎一路全在领先 对 一路都在领先 对 基本毫无悬念的 是 大家从一开始 这么无悬念的 是 就 这二位相信 虽然因为他没有介绍您的 这个背书 但是你也非常关注他们 是 赵美新有这个 我们有背书 有背书 他又继续来找我们 那么其实刘云平 以前选举的 都有找我们来背书 我想今年可能他太忙 或者怎么样 各种原因 因为他刘云平的选区呢 华人的population 不是特别大 是 对 那么也可能他也忙 那么也理解 从我做华人来说 总共还是 刘云平在国内的 在国会的评价蛮不错的 是 我几次看到美国的CNA Fox News 他都出来为这个政府 或者说为政策进行辩护 是 还是蛮活跃的 是 没错 那个他至少可以 真的是会发声 愿意把不同的意见提上去 因为美国这就是check in the balance 没错 也不能从有一种声音 如果一种声音的话 这个美国的民族就没有意义了 那叫独裁 对 那就变成这个了 是 而且这一次 当然了 我们这次应该说赵美新虽然顺利当选了 但是很遗憾 是 他的夫婿 是 这一次 刚开始还是蛮领先的 没错 是 为什么五国庆就会落选 这个就我想 其实我去的时候 已经晚上 已经大概十点左右了 也看看 那时候看到的选票 真的差不多还是领先5% 但是不知道 到了晚上以后 结果他落后 将近7000票 是 其实作为一个州议员的选举 7000票还是蛮多的 是 是 那 讲起来 你说也 也不多 只要你争取 也是有 其实要努力 选区很大 选区也很大 要 那么 主要是就是说 他是选州参议员 对 州参议员 而且这里边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加州的州参议员 他的选区 比我们联邦参议员选区还大 因为联邦是53个人 而加州的这个参议员 只有40个人 对 所以他的选区 他比他还大 比联邦的众议员的 这还要大 对 是 所以加州总共 联邦来说众议员有53位 但是参议员 加州州参议员 就是只有40位 对啊 那联邦参议员只有两位 联邦参议员 基本上相当于州长了 是 那么然后州众议员是80位 那其实都从来这人数都都是不多了 你要这个选区都 竞争都蛮厉害的 那么也就是说明好 我们就是说 我看伍国庆 其实从他的选举造势和他 毕竟他以前也是在这个州 州一级的议会做过议员嘛 是 而且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选举 更何况他的选区 还有夫人的加持 对 为什么 就说他怎么弄 我是有点surprise 那对方是也是很有实力的 其实你要知道 对方是一个西语义 对啊 那么你知道我们现在西语义 他是个同党的 对 又是他们的同一个党 那么西语义的人口 现在是逐渐增加 应该基本上有占了 我们大洛杉矶地区 应该在25%左右 对 那么 那么再加上 他也 他对方的候选人 也是一个在西语义里边 一个政治世家 还是有一个 有传统影响力 有传统影响力 他们在社区里边 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不能小看对手 所以啊 这个东西 就说还得是跟这个 Latino还是要跟他们联合了 是是是 跟他们对着干 看来我们胜选的机会小一点 是 那么再加上 那根据报道 也对方呢 又是受到一些大财团的支持 对 所以有种种原因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 这个Mike Ng也是碎败游荣啊 是是 那差这个几千票 这也就说明我们华人必须出来投票 你那一票都很重要 太重要了 是 而且这一次有很多华人 有些华人有什么心态 哎呀 反正赵美星都肯定当选了 不差我这一票 对 其实就差你那一票 没错 是 其实每一票都很重要 其实除了大家熟悉的五国庆之外 另外一位 我们加州的州众议员 是 应该说 他是这一次也算是顺利过关了 是 应该说这一次看来 我们这次有什么新的 19位中有没有新的华裔的参选者 你说是 在你背书的19位里面 19位里面 除了五国庆以外 除了五国庆以外 那么州里边的话 我们就是HR OK就州本利 州本利是这次当选了吗 这是当选了 那么 州本利是安全的 因为他正好涵盖在这个 这个朱迪区的选区以内 对 他想不当选都不动 是 那么联邦里边 我们背书的还有一位 这次应该是 有目前来说是他领先 就是Yang Kim 39选区的Yang Kim Yang Kim 现在其实他已经51% 比48%点多 只是没有宣布了 对 只是对手有点争议 对 这个就是选举也科普一下 就是说 那个6号时候 你还可以寄出去 你的通讯投票 这个通讯投票 只要三天之内 是他收到 都要count 所以我们原则上 要等到三天以后 才可以知道 这些通讯投票里边的 到底有多少票 还有机会 但是可能是比较渺茫 但是说不定还有机会 因为这次民主党 他的对手 其实我在跟几位 这个时事观察家们 在聊的时候 其实这次Yang Kim赢的呢 虽然好像有 二点几的 这个优势 其实我实话讲 在这个节目上 我跟一些人聊 我对他的选情 多少有点担心 是 两个原因 一个 39选区是超级选区 是 因为呢 是共和党 民主党 都是从党中央 就高度关注 没错 是 因为虽然 Edderoy 长期经营这个选区 是 2016年Edderoy 赢的时候 是赢了16% 是 可是呢 这个选区 是希拉里赢了8% 是 所以民主党 原本是在这个选区 是有优势的 没错 只是因为Edderoy 个人的政治魅力 和他的传统 和他的经历 所以 他赢了18% 所以当时大家担心说 Edderoy的这个光环 会不会完全能够 套到Yang Kim身上去 大家当时有点担心 我不知道当时你选Yang Kim的时候 就是说您怎么评估的 那么 首先是 我们也是 这个结果就是 我们也是通过 我们大家interview以后 大家是 我们协会里边的 吴季敏投票 那个以后 他就是 结果是 我们支持 整个协会支持Yang Kim 那真的是 看到Yang Kim 从作为一个亚裔 我也是为他骄傲 当然我们应该支持 那又是 又是一个woman 他各方面也是 他有很多代表性 最重要的代表性 其实他还有一个 全美国的韩裔 都在支持他 他是第一位韩裔的 联邦众议员 但是实话讲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我们就这个问题 还要再请教丁先生 因为这次韩裔 虽然下的力气比较大 但是资源配备 更新